大家好,S13总决赛WBG对战T1比分预测 WBG能否夺冠S13全球总决赛于11月9日 也就是今天下午的4点钟正式开始 并且出现S13全球总决赛一个冠军 我们一起来预测一下WBG对战T1的比分 从这个比赛结果呢 WBG能否夺冠 就是大家最为关心的这个问题 本次决赛双方呢 分别来自LPL中国赛区 中国赛区的WBG战队和来自韩国赛区的LCK 也就是T1战队啊 T1属于是韩国的 T1呢在S淘汰赛中啊 从未输给过LPL战队啊 不知道这个战队首次间接S级决赛 WBG能否创造奇迹啊 就是说看看可不可以将这个T1呢 斩于马下吧 这个S赛季呢 历史上总共五次LPL与LCK交手啊 此前呢只有这个EDG去胜过啊 今天如果要拿下三个MSL冠军呢 加一个S赛季的冠军呢 就是作为LPL历史上第一中弹 英雄联盟历史的第二啊 就是觉得这个赢面非常小啊 只有万之五 不过正因为对手无比强大 胜利呢才会显得格外有意义啊 还是要给这个WBG加油 这个赛季开始呢 就是说没人能想到 他们可以杀箭世界赛啊 现在呢 竟已经站在了这个决赛的舞台上啊 这个奇迹未必不能继续啊 就是本以为LCK迎来了 最黑暗的一年啊 其料是LPL最凶险的这么一年啊 DDG击败啊溃败吧 T1呢在S历史上对战 LPL战队的整个战绩啊 是7比0啊 一旦T1在决赛中击败了WBG啊 将实现一川四通沙 LPL赛区的这么一个壮举啊 LPL赛区的这么一个壮举啊 在瑞士 在四长阶段呢 T1呢又将以3比0的比分完成了对LPL的三号种子 LNG这么一个横扫啊 在四长阶段T1呢则以3比1的比分完成了对LPL的一种 一号种子 GDDG啊 也就是京东的一个横扫啊 也就是说T1呢 已经分别于LPL一号二号三号种子 进行这么个交手啊 并打出一个8-1的战绩啊 一旦他们在11月9号决赛中成功击败LPL 4号种子WBG啊 就将是半截世界赛中啊 就是击败全部四只LPL 种子队伍啊 期间为止吧 LPL战队最接近击败T1的时刻啊 仍然是S7半决赛的RNG R-E啊 SKT的时候啊 就是一弱刚强 最记忆就是 为战先这个去啊 此日此刻只能选择相信啊